OdioJungle 判律委用较有气质的方式通过法案 蔡英文此言论引发台媒质疑和嘲讽 台湾风传媒28日发表评论文章称 蔡英文现在谈气质 难不成以前没气质 还讽刺英皇万岁成为民进党的气质 而蔡英文的气质更是异于常人 文章摘编如下 蔡英文近期对台湾行政机构改组后 显得蠢蠢满志 这才在台湾立法机构院会期开议前 与立委参趣时进行交代 军改、私改等重大法案 希望拥有气质的方式通过 值得推敲的是 一、蔡英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谈气质 二、蔡英文对气质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蔡英文现在谈气质 难不成以前没气质 就在蔡英文交代立委要有气质前 民进党立委刘建国与林淑芬 才刚刚因为为一民进党团决议投票 被请出台立法机构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为此 在劳基法修法方面 始终力挺台湾劳工权益的林淑芬 在两书发文称 站在台湾民众的立场来思考 一直是他从政的初衷 不知道林淑芬站在民众立场思考 何不合乎蔡英文最气质的定义 但何以肯定的一点是 林淑芬的立场合在蔡英文面前 立下施命地打局令状的民进党团 总召科建明迥议 蔡英文最气质的定义是什么呢 从选前到选后 他不断挂在嘴边的谦卑与沟通蒸发了 不知是被骂糗了 还是自觉心虚了 所以才将谦卑与沟通替换为气质 那么 蔡英文要的是哪一种气质 简单讲 蔡英文有异于常人的气质 而英皇万岁成了民进党的气质 蔡英文不容民进党内议的同时 还清缴民进党外的意义 而他依旧从容含笑得要立为有气质的通过法案 因为台湾立法机构的表现牵动民心 总之 蔡英文不为民心 留遍背书 这得由台湾立法机构负责 对于年改案冲突酿重伤 他要社会物质到对立不安 蔡英文同样不为社会对立与不安负责 冲突者的自负其责 台湾选民创造出这么一个只见一人笑不见他人哭的蔡英文气质 是因为蔡英文吃定台湾选民了 还外网张身